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又是谁 不错 哎呀 我发现 你长得 也挺不错的嘛 啊 妖怪 你 你 你要干嘛 玉妍 别闹了 你把主人吓到了 哎 大仙 两位大仙 我只是个可怜的小女子 没爹没娘的 男朋友还跟着闺蜜跑了 求两位大仙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主人 你别生余烟的气 她之前啊 是个山黛王 性情是残暴了一点 但其实是个好人 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吗 你 你怎么没有腿啊 啊 我 我怎么没有腿啊 我的腿呢 你们 真是屏风里面 那三只狐狸 是的 主人 我们三个本来是被困在玉仙笔中 但昨晚您把我们封印在了灵溪屏风里 给了我们自由身的同时 也和我们缔结了主仆契约 玉仙笔 灵溪屏风 主仆契约 是的 玉仙笔是五角先生的武器 我们三个都曾被她收服过 灵溪屏风就是这个 您昨晚赢得的奖品 她是天下第一封妖宝物 没有任何妖魔可以逃脱她的封印 妖魔一旦被封印其中 就会不可控 和封印者抵结主仆契约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你的狐仙男仆了 会忠心服侍你十年 十年之后 契约就会自动解除 我们就可以活得自由身了 等等等等 等一下 给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 我这个 本大王告诉你 现在 立刻把契约给我解除掉 否则 我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你的小命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契约怎么解除啊 你不知道怎么解除 契约是你缔结的 你会不知道怎么解除 我昨晚喝多了 我到现在这个脑袋 都是懵的 那我就让你清醒清醒 你干什么 快把我放开 你们别闹了 白身哥哥 我 我现在肚子好饿啊 乖 您是灵溪屏风后门的主人 您下达命令就行了 我下达命令 这命令我怎么下达呀 您就正常说话就行了 哦 好 弧线的法力也不够如此嘛 我刚被解剖了 法力伤我恢复 不然我早就有一招杀了你 快把我放开 怎么样 你们别再反抗了 人类女孩得到灵溪屏风的消息 已经在一夜之间传开了 你们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 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语言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啰嗦 语言 跟我上楼 我帮你包栽一下 不用了 白身哥哥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啊 我好饿啊 我再不吃饭 我可真的要饿死了 等一会儿 既然都来了 还躲在暗处做什么 都出来吧 没人呢 这些 这些都是什么呀 灵溪屏风是质宝 它可以封印天下所有的妖魔鬼怪 你昨夜在神来旧馆获得灵溪屏风的时 现在已经在三界传开了 他们都是跟着灵溪屏风来的妖怪 那这个屏风我不要了 快让他们带走了 如果让心怀不轨的妖怪得到灵溪屏风的话 他们就拥有了控制天下所有妖族的能力 后患无穷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小黑 你也快去帮忙 去啊 我好饿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你 怎么是只狗啊 算了 有灵溪屏风在 小黑就不用去了 主人 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靠我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现在处境危险 这些妖怪就是既待灵溪屏风和你在这里 才不敢冒人出手 现在你跟着我做 要不然等他们发现 你不会使用灵溪屏风的话 就会大规模几固 那就糟糕了 哦 好 那个女孩不会用灵溪屏风 兄弟们抽啊 够念 灵溪屏风不容风魔 妖怪 快说 灵溪屏风不容风魔 那些妖怪呢 已经被你封印起来了 被我封印 真的假的呀 真的 你做得很好 主人你来了 我说 你们三个跟着我 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灵溪屏风 缔结契约之后 我们就是主仆关系了 我们三个的目的就是服侍主任 完成主人的心愿 让主人开心 契约有效期限是十年 十年之后 契约就会自动解开 但是 你们为什么 要和我缔结主仆契约呢 我们和你缔结主仆契约 你开什么玩笑 本大王已经在御仙笔中 被封印了九十九年三百六十四天 还有一天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现在可好 提前一天被你放出来 又被封印尽灵溪屏风 不但要再等十年 还要被你奴役 你以为是本大王自愿的吗 碧妍 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脾气啊 那你们 为什么会被封印尽预先笔中呢 好像 也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情 我有一段记忆遗失了 不记得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再提了 对不起啊 没事 其实这都是缘分 缘分把我们绑在了一起 也或许是我们身上 都还背负着太多的孽债 需要您来帮我们赎清 对了主人 您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尽管说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在所不辞 真的可以帮我完成心愿啊 这个我可得好好想想 灵溪屏风之所以会被妖怪看上 就是因为她有缔结契约的能力 主人 这十年的时间 你可要好好利用起来啊 那个你叫白生是吧 你以后别叫我主人了 听起来怪怪的 你们以后可以叫我郑雪景 好啊好啊 我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我现在的心愿啊 就是好好地出去大吃一顿 这个好这个好 我现在肚子都饿扁了 我们赶紧出去大吃一顿吧 可是你的腿 我 我有办法 有了 我有腿了 我有腿了 这 白生哥哥 这 怎么回事啊 这不行啊这 好了 好了 注意算好时间 只能保持三个时辰 你们好厉害啊 谢谢于燕哥哥 好了 好啊 现在小黑的腿也好了 那现在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于燕 山口包扎完了 我们一起去吧 我不去 真的不去 不去 于燕哥哥 我们都被封印了几百年了 一起去大吃一顿吧 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我们一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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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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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薛婧姐姐 起来 我没事 走 为什么这些人看到你们都没什么反应啊 我刚才施展了一个法术叫无定义荣术 施展之后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 看到我们三个都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 你们是不是会很多法术啊 能教教我们 人如果想学法术的话必须先修仙 那是一条漫长又痛苦的道路 我劝你还是不要了 有我们三个在你身边就是你的左膀右臂 你也没必要学是吧 嗯 来啦 来啦 最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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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月妍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 二位客官 来来来 大家开动啊 这两个欢歌 我是个 Nice 吃的好饱呀 白生 今天谢谢你了 谢我 不是你请我们吃饭吗 我没钱啊 我也没钱啊 看我干什么 我也没钱 我也没钱 看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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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你们来凤阳酒楼吃饭 这儿可是京城最贵的饭店 我没想那么多 你们不是妖怪吗 变点银子出来啊 那是骗人的 这种事情我不能干 就变一点钱出来都不行啊 我们当年因为作为太多 罪孽深重才会被封印的 以后不管大监小个 我们都不会做的 嗯 那我要你们几个脱油瓶干什么 除了违背道德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 妖怪还讲道德 这什么世道 现在怎么办啊 约 你干吗 没钱付账当然是走人了 霸王参老子又不是第一次吃 我 嗯 嗯 好